大家好,欢迎来到林东奎聊建筑 把人聚集在一个特定的场所 进行各种事物的讨论是民主制度的基础 日本时代台湾各地广设公会堂 提供地方重要的市民社会发展条件 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公会堂建筑 希腊城邦的市民大会称为Agora 是城邦政治运作的重要制度 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精神原香 源于政府在商业市集宣读法令声明的行为 后来就引申为讨论各种事情的地方 增加了议事、立法、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开放空间名称 而环绕在Agora的四周 则是支撑城邦运作最重要的公共建筑 如公布法律条文的柱廊 神庙与人民大会堂等等 这些建筑皆由雄伟的列柱支撑了三角梅的山墙 一同参与的城邦政治的发展 并各自扮演不同的任务 这样的广场在欧洲千百年来的历史中 逐渐发展为公园及各种开放聚会空间 从希腊哲人在广场上侃侃而谈 到伦敦海德公园演说角 任何一个人站在肥皂箱上面都能演讲 这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塑造与传承 而日本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 向西方学习各种社会制度 于列强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传统东亚由上而下运作的封建体系 逐渐转变为由公民构成社会主体的体制 而公会堂的社会意涵便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 19世纪福德玉吉在庆英艺术内设置了三田演说馆 后来又在东京设置了明治会堂 是日本最早具有公会堂雏行的集会空间 虽然能在这些地方演说的人 都是具有话语权的专家学者 但是呢也开放学生和民众进行辩论 后来更兼具艺术表演的功能 台湾在日本时代初期 各大城市也设置了提供日本人聚会的场所 如台北的淡水馆 使用清代的登营书院 而袁太郎就是在这里举办召集文人的洋文会 台南和高雄的日本人 也分别集资兴建了台南公馆和打狗公馆 他们后来分别成为了这两地的公会堂 到了大正年间社会稳定 和明治时代比起来 社会氛围更加的民主 艺文活动更加的热络 各地搭上这样的风潮 开始大量兴建公会堂 以地方政府庆贺皇族成婚 或太子其位为天皇 等等各种民意大兴土木 但是进入了昭和时代 军国主义兴起 公会堂又成为国家宣传机器的一环 战后则大多继续作为展演典礼仪式 婚伤喜庆和办公场所频繁地被使用 成为地方集体记忆的载体 公会堂的集会空间一涵 可以追溯至希腊罗马 等南欧广场中的人文精神和公民性格 许多公会堂建筑 为了符合聚会需求的大垮聚空间 在建筑设计时 外表会选择象征神庙的三角眉三墙形象 作为立面主要的表情 市民就在神殿中练习公民的集会 也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风格系统 第一代石造木屋架的基隆公会堂 1906年建于一重桥旁的山丘上 但是因为雨水渗漏屋架腐朽 1915年在新建工会堂于日新桥旁边的军方土地 同时也纪念大正天皇大婚 带有三角三墙的专造新工会堂 延续了旧工会堂的石器厚重的感觉 以仿石器的三连拱强调入口的地方 衬托二楼的专造表情相当的醒目 战争时候的空袭造成基隆工会堂局部的受审 战后修补继续作为中山堂 并且于1977年陈正雄市长任内遭到拆除 原始于1985年改建由杨卓成建筑师设计 也包含了集会功能的基隆文化中心 1909年完工的淡水工会堂 由碎官及商船会社的成员筹建 属于带有伦巴底带式的仿罗马风格 著名的画家木下静雅 曾经在此举办藤栽特展 它是地方重要的艺文中心 1993年拆除改建为淡水艺文中心 即正立图书馆 至今仍在使用的彰化工会堂 和台南新化工会堂 它们是鉴于校晚的1930年代 也都是具有三角三强的典型案例 接下来的两座工会堂 因为是周级的 规模较前几座更加的宏大 首先是1921年落成的新竹工会堂 由名建筑家深山松之柱所设计 正面以背心室切脚顶做出三长的异象 双塔内的门窗雕饰繁复为典型的角色主义 与后方的连续拱圈相连成为视觉的焦点 大门并未开在中轴线上 而是由两座侧门进出非常具有特色 但是在战争时屋顶受到了空袭 被严重的破坏 1955年成立了沈教育厅的新竹社教馆 将原本的新竹工会堂 正改建为现代主义的门面 遮盖了原本红砖表情的成也式风格的立面 2008年文建会在此成立新竹生活美学馆 2022年完成了古迹修复 终于拆除了遮蔽原有立面的现代主义整件 但相当可惜的是并未趁此难得的机会 还原别具特色的背心室切脚顶 而是只恢复到了战后修复的样貌 另外一栋是1923年完工的台中工会堂 由皇族建筑家松奇万藏所设计 它是除了台北的工会堂之外 台湾最为壮观华丽的工会堂 而目前叫做台北市中山堂 有黄土水的作品在里面的台北工会堂 实在太过精彩 又一篇幅 之后再找机会和大家分享 面对台中公园具有辽阔的视野 从公园也有足够的腹地 可以欣赏工会堂重力的建筑 日本时代曾经在这边举办过 象棋大赛还有各种活动 林献堂的夫人杨水星参加的爱国妇人会 也会在这里聚会 战后由政府转卖给民间 作为白宫酒家 林伯隆市长任内 拆除改建为自由路立体停车场 而原本和公园相得益彰的环境配置 就此消失 接下来的这几栋工会堂各具特色 鉴于1920年的嘉义工会堂 位于今日的中正公园内 有一座醒目的八角塔楼 平面是非常特别的不对称的L型配置 入口设置于量体的转角 后方包覆出来的空地 时常举办各种户外活动弹性使用 如官方办理的博览会等等的活动 而画家陈琛波也曾在此工会堂 举办过他的各展 鉴于1930年代的桃园郡中立工会堂 采用非常少见的歌德式风格 而陆港工会堂的屋顶 为日本风格浓厚的入抹屋灶 也是较为具有特色的案例 日本时代的工会堂建筑有主要几种配置方式 量体规模较小的 会将正面的入口设于短边的纵向配置 腹地充足的则会使用一字形长条形的平面 而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在纵向集会表演空间的前方 还会加上壮观气派的横向量体 形成T字形的配置 台南工会堂就是T字形配置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外观充满了西洋历史主义风格的装饰手法 令人目不暇击 除了拱心石 以泥塑制作细致的花草纹路浮雕 大面的弧形山墙 牛眼窗和马萨斯屋顶 还点缀了台湾民居常见的绿右花砖 两翼的外观以繁复的线角 区分出明确的两层楼 上层以左右各四根 共八根埃尔尼克式的壁柱塑造它的立体感 每根的壁柱的柱柱 落在一楼外墙上 两支牛腿支撑的拖架之上 而将两层楼的立面整合为一个完整的量体 背立面呢 则接续了大垮具集会空间 高雄的凤山工会堂 也是属于此类配置的方式 很可惜在战后遭到拆除 原指新建国民党的高雄县党部 台南州的湖伟工会堂 位于湖伟合同厅社的西侧 及湖伟俊艺所的斜对面 特殊的装饰艺术风格 就像是博览会的场馆 1939年 湖伟俊合同厅社落成 二楼也设置了工会堂 而原本的工会堂呢 转为湖伟游便局使用 战争时期遭到毁损 之后遭到拆除改建 现在就是湖伟游局 台南州新营郡的盐水工会堂 现代感强烈的几何量体上 布满各种装饰艺术与会的泥塑 就像一个珠宝盒 战后改为新营分局盐水分住所 新化郡的上化街工会堂 逐入口的拱圈形式特殊 是取材至古罗马厚重风格的装饰艺术作品 战后先是改名为中山堂 并且作为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社 还有中央日报的派报社 后来由政长蔡天来标售 由中油购买 拆除现在是一个加油站 日本时代的台湾 缺乏人民可以完全自由议论 并且参与政治的环境和体制 工会堂的建筑 可以说是与民主精神最为接近的场所 即便无法完全重现 希腊阿古拉的功能和意义 但是相对于传统汉人社会邻里相足的妙程而言 已经大幅的降低 只有同中同族方能 共用开放空间的排他性 而与战后威权体制下 大量兴建 并且以党国伟人知名 命名的中山堂 中正堂相比 日本时代 与各地新建的工会堂 带有市民社会雏形的都市开放空间意涵 是见证台湾城市现代化精神的重要象征 珍惜我们现有的民主制度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 林东葵聊建筑 我们下次再见 通 каз� 未经许三 zeggen 有请不吝点赞 许可